歡迎收看有點新聞和Walky TV 聯合製作的 世界市米環不關香港事 大家好,我是陳傑 大家好,我是Dr. Raymond, 蔡阿君 大家好,我是吳俊宇,大宇 德國在前總理默克爾的管治期間 中德關係處於歷史上一個最高的時段 而當時無論是中國經濟還是德國經濟 都因為互相交往 而兩個國家都有所得益 但隨著默克爾的下台和索爾茨的上台之後 中德關係出現了很大的變動 而且低處微算低 大宇,最近好像德國也有新搞作 德國商報近日報道 德國政府計劃在年內 或者會以潛在安全風險為由 在當地的5G建設中 會逐步排除華為和中興這類中國企業 這個做法好像不只是安全問題 其實他們的經濟都會因此而受損 沒錯,傑哥 因為坊間也有報導說 華為的設備在德國的覆蓋率 已經達到60% 正如剛才你所說的 因為中德關係之前 在默克爾管治期間是很好的 所以大家是深度合作的 而華為出名穩定、先進和加加上 是有競爭力的 所以若果要拆除或更換 這些機站也好 或者華為的設備也好 其實成本是比較高的 而同一時間 德國的國家鐵路營運商 最近一直都說 若果要排除華為的話 要額外花多4億的歐元 以及5G的發展將會推遲5至6年 推遲5至6年? 那時候可能不是5G 那時候可能是6至7G 不過很奇怪 我都最近發現德國除了在這些 所謂的高科技產品裏面 跟我們好像有很多爭執 又以安全為理由 想不用我們 包括我們中國去那裏讀書的留學生 他都是居然作出一個叫做 學術的間諜風險的警告 他說太多的中國留學生去德國 是會引致他們的學術間諜風險 這件事 Dr. Raymond 我想問你 到底是只有他自己本身的一個改變 因為不同的領導人上台 他有不同的作風 還是這個又跟我們講的文化 是不是又有些關係呢? 其實是的傑哥 其實如果你看看歐洲 我分開兩個部份來講 歐洲90年代開始 一直開始就慢慢改變 他公共行政的手法 以前就是以整個國家為主的 很多事情都是一體去想的 現在開始慢慢不是了 就是你又做這件 他又他做那件 越拆就越散 大家都知道當你拆了職權出來 表面上就分工分得很漂亮 但實際上出事就可以很大鑊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2014年的時候 法國上有一件事件 都在歐洲都挺嘩然的 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就去買火車 你知道法國那些火車很舊 他買了很多火車回來之後 說用了150億歐元去買火車 買完回來才發覺 那些火車賣不到站 他忘記了中間有一條 mine platform gap 他忘記了那條gap 那那個後果就是要改了 很大部份以前的那些 50年以前 即是舊些的那些車站 所有的越台全部要縮窄 那麼才能讓火車進去 後果就是無端端使用了一億歐元 所以很多法國人當然是罵他們 但是事員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之前他們是一個法國列車公司 管理了所有東西的 但是他們為了要拆開權力的關係 就拆開了兩間公司 一間就是負責營運 一間就是負責基建 那麼基建那間就提供月台的赤穿 營運那間就去買火車 結果兩間公司溝通不好 那麼你的責任去了哪裡呢 兩個都有票的 其實很多政府現在就為了要拆細 這種這樣的分工 就導致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說這件事呢 跟這件事德國這件事為什麼扯得上關係呢 源頭就是政治在上面頂層應該 下面就是很多人在做事的嘛 下面做事的人其實說真的 你是希望要政府行政猖信 社會運作是好的嘛 那麼趙正你用5G用6G 當然是用我們華為啦 用我們中國的東西又便宜又漂亮又正 但是為什麼他不肯呢 原因是因為頂層有一個動作必須要做 而下面那些根本交不了 那頂層要做什麼呢 如果大家有懷疑呢 美國現在在說的 就是所謂的活在恐懼中 其實美國人很多都是活在恐懼之中 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活在恐懼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回天告訴你中國很恐怖 中國的特務正在來 你周圍的人都是中國人 你周圍的飯碗被中國人搶走 諸如此類 用這種散播人的思想 這種思想慢慢傳到歐洲 歐洲都開始有這件事 而當你有這件事的時候 下面這些每一個不同功能的部門 糟了開始害怕了 如果我害怕中國我要怎樣呢 我採購的東西是不是要轉 不用華為呢 用別的東西 另外一個部門又害怕 它運作過 糟了我都害怕了 那我又怎樣做呢 一亂之下他們就會走出一些奇形怪狀的想法出來 就是不如換了它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看這件事呢 某程度上我的個人感覺呢 就覺得是美國將這樣的想法 就是活在恐懼中的想法 傳到歐洲 好讓大家害怕中國的東西 加上大家都知道的了 就是說中國的不是 很多人都好像對號入座那樣以為是的嘛 很自然就會令到他們每一個這樣的部門 本來已經不合群了 再在一個恐懼之下 並放馬亂地亂做事 決策一定會走一個錯誤的方向 Dr. Raymond 我又不是這樣看 我反而覺得這次的消息的傳出 是德國政府可能想試一試水溫 為甚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中美博弈了一段時間 中間亦有疫情 亦有和烏的戰爭 因為兩三年前的德國 的確是有底氣去中國化 或者去風險 或者所有他所說的相關的原因 因為當時他總理選舉 你要跟上一任的總理 要有個差異性的 當然要跟他唱反調 你跟中國共同 我作為候選人 我就跟中國共同了 這樣就可以取得到他對家的一些票源 而第二就是他當時兩三年前的經濟實力 即是未經過疫情 未經過烏烏衝突 他的經濟實力是相對較強的 他是有這樣的底氣 去跟中國說我要去中國化 但是兩三年之後 經過了疫情的烏烏衝突 德國的去中國化成本 其實是高於兩三年前的 第一 他的經濟實力 或者整個歐洲的經濟實力 其實是在下降的 理論上應該要買更多的便宜 而避免買一些貴的東西 所以我看不到為何他最終會 如果從經濟去考慮的話 最終會放棄華為或者中興 還有索爾茨的選舉 他已經贏得了這個選舉 他應該是時候 要交一張亮麗的成績表給人看 尤其是在經濟上 所以我覺得是試一試水溫 為甚麼呢 放出這個消息 讓那些電訊營運商 讓鐵路公司的人開始 不是的 我計算過那條數不太適合 賣不到那張單給誰賣 如果這些電訊公司 要移除中國華為或中興的設備 那他要付錢出來移除 那這筆數如果是電訊公司給的 那一定不會的 如果這筆錢是政府給的 那些民眾也不會的 因為本身經濟差 所以我覺得是放風的 然後引一些反對聲音 反對中國化的聲音 或者一些理性一點 會考慮一點 會計算的人 去跟政府說 想不想好 大宇 我覺得你太樂觀了 我反而覺得 現在德國處於甚麼情況呢 就是妄想症和被迫害症 綜合在一起的精神病人 為何我這樣說 大家想想 其實在密歷爾管治的時候 大家雙方的網絡是多的 保馬賺到錢 Benz又賺到錢 而且當時歐洲 德國可以去大陸的航班 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城市 西不有、東不有 北京、上海、北上港深 這些不在話下 其實大家的交往是很密切的 但是你想想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因為聽美國大哥說的話 他可以180度轉變 但是我們看看 美國跟他做到甚麼 以前密歷爾時台 偷聽密歷爾說話 密不作聲 不敢說 再說近期的 北稽二號 現在大家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是誰人做的 大家心知肚明 你說你和美國是盟友 但是盟友對你做這樣的事 大家不敢出聲 但是現在把矛頭反過來 說中國迫害我 中國陷害我 一個對你這麼好的人 一個跟你這麼有互保性 在經濟上有幫助你的人 你現在說他害我 大家都知道 之前那個漢堡港 那個入股這麼多 阻滯 本來一個很大比例的入股 我們可以有一個 相對來說有一個 這個華視權的 都比他搞到 去到二十七後少少的股份 所以我們又在那個港口 又說不出事 其實如果讓我們說到事 在那個港口 那個好處是這麼大 其實很簡單 你看一下 我不去漢堡 就去到希臘 希臘的港口 百分百被中國持有了 中國所有的貴物就去到那裏 去到歐洲是透過希臘 再散播出去 其實大家看到 如果德國是和中國合作的話 其實一定是好的 但是美國對他不好之餘 他方方面面都和美國加強配合 一起去圍堵中國 而且很老實 德國我覺得有點像什麼 跟日本的情況有點像 第一他們都是戰敗國 美國對日本的操控是非常之高的 基本上說他怎樣就怎樣 德國其實都是一樣的 美國有這麼強的駐兵在德國 其實很多時候 尤其是軍事上面 他完全都要停命美國 是否因為這樣的原因 令到你可以不分青紅做白 總之我凡事就是以美國為首 美國說怎樣就怎樣 於是他就放棄了他所有 應該做的事情 對他有利的事情 他全部不做 完全是聽美國說的 他這個和法國馬克龍政府 就真的有幾大的分別 大家看看馬克龍政府 我們說 他雖然我們說不可以完全信賴 但是起碼他訪華之後 那個改變我們是看到的 而且也都展現出一樣 是他想做一個獨立的歐洲外交 他想有意於美國 他是做到 至實上他是做到 當然他做了之後 他都付出代價 那麼多抗議遊行示威 真是多了 那麼德國他為什麼 以前那些經常說 德國都是好像法國一樣 是想做一個獨立自主的外交 是給歐洲國家看 亦都給美國看 但是現在德國反而是做不到 那麼我真的不知道怎樣 去解釋這個這樣的現象 傑哥 我不是就是說這個活在恐懼下這件事 Dr. Raymond 就是這個活在恐懼 我沒有辦法明白 那個炸了你 賴以維生 賴以發展的北溪二號 這個這麼令你應該恐懼的東西 你不恐懼 那個其實沒有任何恐懼 你反而去恐懼 所以我不明白 活在恐懼 對他來說應該怎樣 去解釋這四個字 我舉個例子 2014年加州就過了一條法例 那條法例是說什麼呢 如果他進一間店裡偷東西 他偷那東西 不過950美元 那你就不要報警了 因為你保險就算了 基本上不要理他 現在剛剛6月 加州又想出一條新法例 更加過分 就說如果你現在店裡 有人進來打劫 如果你抵抗這個打劫的劫匪 你是犯刑事發 即是說他進來打劫 隨便拿 隨便拿 慢慢看 慢慢選 然後想要哪一件 我拿給你 因為美國現在的邏輯 已經歇斯底里去到哪裡 一個賊入屋打劫 入到你家裡不小心 讓你家裡快焦皮滑低了 然後坦了 他是入你的數 告你 為什麼你家裡快焦皮滑低我 我進你家裡打劫 現在我和你相關 現在美國是這樣玩的 很多美國有錢的家人 他們因為家裡有水池 有泳池 試過有一宗這樣的案件 就是賊在水池裡浸親 結果撈上來 戶主就很深 打999 即是叫911 打911報警 然後來到之後 罵了那個人上來 那個人浸親 然後那個人就入稟告他 為什麼你家裡的水池浸親我 他是來打劫 你為什麼會浸親我 你這個水池這麼滑 你想像一下 你用回剛才你說的那件事 炸了北溪1、2號 那個就是打劫 打劫你要幫他的 你知道嗎 隨便炸 不對啊 炸完1號炸完2號 還有3、4、5、6 炸完他 你要明白西方社會那種 歇斯底里的邏輯 是我們中國人沒辦法想得明白 因為我們是以大局為重 我們說的大局就是這樣 我們要穩定 要國家 我們要有個國家才有家 有國才有家 鬼魂不是 我管你有沒有國家 我沒有國家也不要緊 如果不是不會有吉卜賽人 如果不是不會有以色列 我們想要回個國家 有人覺得我要回個國家很緊要 例如以色列 有人覺得我很想要回個國家 不過都沒有 例如吉卜賽 美國人其實是沒有國家的 想清楚一點 我們才是有國有家 他們只有國家而已 分分鐘加都沒有 現在兩男兩女而已而已 你說的東西真是顛覆了我的認知 你說現在活在恐懼 是我活在恐懼 他們還是不要說德國了 說回香港 德國就迫白我們華為的5G 但我們香港作為中國對外 一個很重要的開放窗口 我們好像對於5G有新的支持 是不是 結果最近香港政府打算釋放 一個6GHz的頻譜 讓5G使用 其實5G是第五代的通訊傳輸技術 6GHz是一個比較物理現象的頻譜 在這個6GHz裡面 可以將5G的傳遞速度 再推高一些 因為現在香港 我們大部分的地方 其實已經做到5G的覆蓋 不論你是哪一間電訊公司也好 而現在釋放6GHz的頻譜 可以令到我們在一些人流比較多 而且用量亦都比較高的地方 可以提供再高速一些5G的服務 對於整個物聯網也好 或者是一些短延遲的科技應用 是會有好好的幫助的 所以最近國家在我們香港回歸25周年的時候 就在一個會展裡有個展覽 《創科博覽2022》當中 有個主題叫做5G加智慧是非 是的 大宇 所以我覺得我們和國家應該好好地拍在一起 一起做好這件事 你剛才所說的元素 我覺得我們是有我們的角色在當中的 第一 你說我們香港 我覺得挺特殊的一個地方 首先我們那個城市很密集 其實都是可以作為 在一種類型的城市裡面 作一個試驗 因為密集 其實在一個譬如哥羅大廈多 山比較多的地方 其實這些技術是否都可以很暢通地運作呢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作為一個試點去試 第二樣的就是我們大學 將科研產品的商品化 這件事我想我們都挺好的 這件事都可以和內地的大專院校各方面 有一個更進一步的合作 將無論是內地研發的 或者是我們本地研發的一些工業 或者是科技的產品 將它商品化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合作 另外一件事你剛才也說到的 就是展覽、匯展 香港的展覽業 其實在這個地區是非常出名的 尤其是疫情之前 你看看我們的匯展也好 我們機場的壓迫也好 每年大大小小的展覽是非常之多的 而且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歡來香港看展覽 因為我們的交通網絡、航空樓、酒店業 各方面都是挺方便的 這個城市又坐地鐵方面都是很方便的 所以令到我們的博覽業也很適合 配合國家的發展作為一個重要的窗口 到下一段你說要商品化的時候又要吸納資金 我們又是一個很好的金融中心 亦都可以幫國家發展出來的東西 在這個市場上融資 作更進一步的發展 所以你看看香港的獨特性 是香港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所以亦都不需要網自匪博說香港好像似乎什麼都沒有了 亦都有一些激進的網友說香港現在很多東西我們比不上來 是內地進步了很多很多 始終香港在一國兩制 一個這樣的制度 很獨有的制度之下 我們有我們的角色在當中 是的 結果你說到獨特性 哈佛大學之前有一個研究的 就是將獨特性和中心性去做一個比較 什麼叫中心性呢 一說就想起你了 這樣就叫中心性 越是容易想起你 就越是中心 越是獨特 越是不同 又是另一回事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 如果你的地方或者你的牌子 是很中心性的 舉例 一說 亞洲城市 你就想起香港的話 那麼你的中心性很強 如果你的獨特性都很強的話 那麼這個地方 你又可以做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需要下價 你仍然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牌子 很好的價錢 很好的銷售 但是如果你的中心性很強 但是你的獨特性不夠的話 那就慘了 一說想起你 不過是想起你最便宜的那個 所以既然我們有獨特性的話 我們只要好好做一下我們的中心性 我們就可以做中國的一火明珠 那這件事就對了 一說起5G 大家就想到華為了 一想起要推延科技 在市場上集資 又會想到香港了 所以你說我們香港 怎麼可以不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我們下星期繼續世界事 別說不關香港事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肌TV的頻道 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了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的 启動 我們下集再見 再確認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